锁定台是五间新闻 非洲南部的纳米比沙漠散布了许多光秃秃的神秘圆圈 被当地人称为仙女圈 成因众说纷纭 但是德国歌廷根大学最新的研究指出 由于沙漠降雨量稀少 这些植物演化出了快速吸收水分的根部 而圆圈内部的水分因为被周围植物吸收殆尽才会寸草不生 类似的生态系统也在澳洲等干燥地区出现 在一片广阔的干草园上 散布许多光秃秃的圆圈 远看像是脸上的雀斑 这里是非洲南部的纳米比沙漠 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沙漠之一 这些被称为仙女圈的神秘圆圈 成因众说纷纭 不过德国歌廷根大学最新研究 渴望解决这个超过半世纪的谜团 有些认为温暖可以负责 当蟹人在地上建造的树子 他们可以创造的纷纷 在吃草叶中的树子 和解决毒油 歌廷根大学的研究团队 分别在圆圈内部跟外部测量土壤中的水分 结果发现在下过雨后 圆圈内部表层土壤中的水分会很快消失 反倒是圆圈外部杂草茂盛的区域保有大量水分 科学家认为由于沙漠降雨量稀少 这些植物演化出快速吸收水分的根部 而圆圈内部的水分因为被周围植物吸收殆尽 才会寸草不生 科学家也发现 圆圈内部深层土壤中含有大量水分 有如一座小型水库 为周围植物提供水分 类似的生态系统也在澳洲等干燥地区出现 让人一窥植物处在缺水环境中演化出来的自然奥妙 林佑任编译